立法会议事规则委员会明天开会 消息华将会讨论由建制派提出修改内务守则 以阻止民主派拉布 而他了解建制派期望今年内落实修例 下一步或者修改议事规则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上年度拖拉大半年都未能选出主席 多个委员会选主席也有拖延情况 消息指建制派提出修改内务守则 针对委员会政府主席选举 程序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一旦超市就交由内会主席提名另一人主持选举 假如是内会选主席受影响 就交由立法会主席提名另一个议员主持 所有选举程序不切发言环节 主持人有权命令行为极不检点的议员退席 提名机制改在会议之前以书面提交提名 附属法例议案发言时限也建议缩短 由15分钟缩短至5分钟 另外规定成立专达委员会的议案 有内会支持才可以获得优先处理 议事规则委员会有12名委员 建制派占多数目标在今年内落实修订 你会看到这些技术修论基本上是不会影响立法会的职能 所以有没有必要是用这一件事令到有些有心人想瘫痪议会 想拉部去做这些工作呢 我们觉得这样修改了之后其实对议会反而是更好 可以充斥着议会他都觉得不安心的 要在议会里面的程序都要多设不同的一些规限 你不去解决政治问题的本身 而是尝试用其他方法去作规限 这个去到最后是没有可能为议会带来任何的真正的益处 据了解今次修改内务守则只是建制派的第一步 他们还是研究正修改议事规则进一步堵塞拉部的漏洞 但也都要视乎今次修改之后民主派在议会上的表现 母线电视记者郭荣音报道